肺炎,经济肺炎可以抵抗,还有一些装修费 装修费是放到这里,维修费是放到组织手中的 装修费是大比起来,一般表现我装修升级一下 一般来讲,如果这个地方有点破了,我刷了油漆,就算维修 为了塑封,就是装修 装修费就得卖法才能抵修 维修费是每年可以抵修,这两个不一样 土地短量税,包括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支出,就是败房的很高 日常性的,就像水田气,毛鸡地鞋,日常性的东西 就每年都可以报,做给所有的东西 我刚刚讲了,二手房三件,最好找一个家里的保护导人 你住他一家里,把他住成旧了,来看,新房交给你 这就是真实的例子,这两夫妻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 买20万买房子,500多万,增值100多万 当时资讯一个律师,老妈妈的话7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 说那行,那你把房子真的拨不贵你吧 这样以后也省得你香港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跟你争论了帮展 是好些,可是有点没想到 第一个是老妈妈,从妻子现在活到9岁,还活着 第二个的话呢,房产从20几万增上100多万 他也没想到 帮他节约了一些货工这也是忙的 但这个100多万的房产增值得稍微更多的事情 真正你要做这个规划之前,不要光指文律师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因为老妈妈可以有个免税的自住房 你提早给他转给他的免税自住房就没有了 这个是持有两号房产,一号房产比较消除的 应该让老妈妈赶紧找个老范儿 找个年轻一点 然后再离婚 但是儿子肯定不能一样 说您找个老范儿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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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个人 累积个人孩子的第一个点 大概在2-3-6 好 对 对啊 对啊 现在我们在5个人所得税 手平,第二代 加拿大呢 从1907年开始就像是个人所得了 历史遗憾 因为17年代加拿大第一次大战 第一站呢 参战人口是大概60万参战 牺牲 参战人口70万 全国人口800万 牺牲了66,666人 66,555人 差不多是 很多东北省和一半的青春年代都死掉了 所以就开始流入了个人的税 他们的税间 超过22万的税盒 一般中产花的税 大概是31%的税 31%只是收入税 这一般收入税 你买东西走开再交 消费率是13% 最长的相价是44% 所以你做任何的投资 你要先加上税 税务局是你一个合伙人 44%只是说税务局 我还咱们不是联邦的 还没有说市政府的地区 还没有说CPT 还没有说EIS 就咱们一半的钱 都只要了一些费用 那种不量的 多理财力 所以咱们做了一个 理财配方 要分散 日常的费用 放在银行里 放在银行里的这个 亏的 现在咱们BEMO的利息 1% 有没有促销 0.25% 现在Manualize 办法有2.25%的促销 给它8月底 但是2.25%的促销 国际通管区 它都抵御不了通货 这样 所以这部分钱 你是忍痛 放在银行里 它有钢杆的这个钱 放在保险里面 一旦有了什么意外 往银行公司 有一个比较大的银行 随之常生活 就是保险 再往下 就是 保险生殖 这个钱的话 你可以放到 我们前面的地产 或者放到 提心 或者股票 这都可以 股票的话 稍微少一点 分点比较高 这个的话 这个有限期的话 直接可以找 BEMO 股票分 股票分 跟房价的对比 肯定是惊讶 股票市场 赚到百分之十年 二十年 当时赚到百分之八年几万 房价市场可能是4.5% 那为什么 咱们感觉 说房子都赚钱 因为有代表 因为房子它随便涨一点 房子涨一点 比方说 咱们利用了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是多少钱 比如一百万的房子 一百万房子只要涨5% 你就赚了五万块钱 你手机你可能是付了三十万 其实你到手赚了百分之十六 但是你作为基金 你没有家当元的话 你只赚了百分之八 所以这就是 房产它有了贷款的好处 当然说 赚钱的速度跟亏钱的速度是一样的 亏钱也可能是同样的 当然我比较调费好 当然理论上 也可以做贷款做基金 房产也可以做到比三十的筹 基金也可以做 那应该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有优惠的加上其他地方 所以我叫教育主席 RSP TFS 公共保险 资助网 贷款 有限公司 这都可以 有限公司的税率 百分之十五 这是一个非常优惠的税率 这只是针对头五十万的盈利 那你说我们家里 零一个地盘吧 我们两夫妻 那怎么办 原来你可以开股 说把你持续内给赔 都想要有一个优惠的税率 但是最新的预算 对于滥用这个额度 也开始变解了 还有包括就是叫 PSB 比方说你天天在一个银行 IBM上班 你说我签了合同 一年给我二十万 这个合同工 这个能不能享受百分之十五 的优惠 因为你持续加了 PSB 现在越被查了 现在这个 这样的 政策是编辑 对于高手认识 专业是比较不利的 那我前面讲的一个例子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问一下 所以如果这个人 他为了满一百万的保险 他可以举个例子 他一月存八雷就存十年 总共存了八万 就会有一百万的保险 就会下一站 下一站的话 就会拿这一百万去放房交税 就把这一百万的 由税务单单提早先解决了 这个保险这段很好 交这么两钱 这有什么缺点吗 他有缺点 他的最大的缺点 是保险功能 夫妻一路 因为一般两夫妻 有一个人去 另外一个人 就独自带孩子 供帮个去很辛苦 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 帮你付出给他 两个夫妻死光了 再给钱 这是他的缺点 所以一般来说 买这个保险 还是有钱的 我们家已经买很多保险 我们家也很多钱 我们两夫妻 有一个人去另外一个人 历史无忧 但是第二人在去 我们不想把税务压力 留给孩子 让孩子去办理这些房产 我不可 不想 他说用这个来解 就去了 这个 所以 郑英明如此 把你会给了 这么大的合扣 因为他把 40岁的人夫妻 变成31岁 因为两夫妻 一点合作 我们两夫妻死光了才没 好了 不是40了 变成31岁了 那么这样一折算 这样就很便宜 帮英明如此 那帮英明如此 也不会亏本 因为 你这8万块钱 变成100万需要多少年 需要40多年 40多年 他只要拿到1.6%的一个收益 就可以了 帮英明如此怎么赚到1.6% 做股票的话 帮英明如此一般来说保险 会是不预计 都能搞出一般几百万的事物 大幅钱做债权 那沃台华清亏铁路这个项目 需要融资1.35亿 一般银行的要求是什么 一般这5年是一个周期 他给了一家保险公司 35年的周期 就是三拉就是这家保险公司 35年的周期 保险公司认为35年长不长 不长 一般都是几百年的历史 而且他的客户也没那么快去撕掉 也不需要 因为一般来说基金的话 他每一天四点钟 他就要有收盘价 有些人他用钱就可以拿走 基金呢 做的一个组合 他是通过一个分散了 或不同的股票来实现这个组合 而保险公司是 牺牲灵活性的冠决高回报 然后沃台华市政府 就是用失地税来做抵押 一个35年的 联门代理的管管计划 还给保险公司 以及他是个团队 包险公司也是个团队 1.3个人 那这种战争的收益比较不错 保险公司一般来 他正当百年七分比较不错 这是一个 包括一些养老院 医院 还有一些桥梁 都是这些保险公司来参与的 一般华市医院 一个省政府和市政府合作 他不愿意跟联邦政府合作 为什么 因为联邦的利息比较太低 除非是比较大的项目 如果待会做联邦的 做国债的话 一般是做什么 你可以做空西哥的 新西兰的 还有新加坡的 那我们刚才讲的 咱们做托充组合约 有40%的国债 债券 债券的话 有已经好的债券 那也可以算了一点 债券这个比例 长线收益债券应该能达到超过5% 你现在只能看到7% 它有2%来自于汇率 汇率很好 这个的话是个有钱 你们在座 是不是都是有钱 不一定都是 穷人 是个穷人的保险 这个是个穷人的保险 穷人的保险 我们俩夫妻呀 有没有人去是要此 都可以一下 打完以下 就是这个保险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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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其他的收入 有俗金收入 那他如果没有什么收入 那这个穷人 穷人有两个怕 穷人怕什么 第一怕命短 第二怕命长 他命短的话呢 需要给你先给配偶 命长需要自己前来养老 对吗 穷人他就可以买头 分红保险 比方说 一年除了万块钱 15年除了15万 上来可以用35万的保险 65岁的话 可以免税2万8 取到83岁 总共这18年 取了5万自己用 去世的话 有40万给下一代 总共拿了95万出来 花了15万 增值了80万 这80万的增值 是完全免税 那我再说一遍 保险是 免税增长 免税养老 和免税女朋友 因为他 他这个2万8 不算收入 不用讲 因为他算建法 我相信PIMO有这个业务 就是保单抵押再还 是不是咱们有这种业务 有现金价就是这个保单 现在很多银行都有这个业务 我记得都不是亏了吗 先承认15万就会有 他里面他 他其实这把分红保险 是97分红出来 他还赚3% 3%对保陵公司来讲 其实看着不多 但因为保陵公司客户太大 他分红保险 他分红保险 最高的是SUNLIF 6.75 第二是CanadaLIF 是6.0 LANDLIF 5.3 MENULIF 现在低一点 但这个老计划大概5点 新的计划就有4点 对 可能时间不长 对 但我这边就没有了 如果再有问题的话 我这边有个微信号 我的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 就就 因为今天 我再给你一张 说一下 你说一下这个 对 对 对 我来 我在哪里 我来 他 我来 从那儿 我看 今天那种很多 很多 很多 纬粹 总之是一个 碎语 你不要去惹 干惹了那儿你不要怕 我去找你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